醒目一响立刻开书 今儿这书啊 他注定热闹 为什么呢 这明瑞也到前线了 这作战计划呢 也承报给了朝廷 承报给了乾隆皇帝 那剩下的就没有什么悬念了 进兵开打 说到开打呀 也不是件很容易的事 这仗还没打 兵还没发呢 这明瑞就已经顶上瓜了 前文书咱不是说了吗 这乾隆皇帝 给这个明瑞啊 定了五条作战方针 实际呢 这五条方针归纳到一起啊 就是一个意思 一定要攻下缅甸 这原话就是啊 离其巢穴 录其逆手 缴其党羽 进监丑类 在明瑞看来啊 这就是乾隆皇帝 给他下的死命令 所以这将军为出征之时啊 就已经顶着这个雷了 乾隆32年的8月 这明瑞啊 就把进军路线 以及分兵人数奏报给了兵部 兵部转成给了乾隆皇帝 共明瑞 参赞大臣 而景阿 共同上奏 分兵三路 现在兵至前线的 有北京兵三千名 四川兵八千名 贵州兵一万名 云南本地兵五千名 算起来啊 广是正规军 也就是啊 这八旗兵和陆营兵 加起来啊 就有两万五千左右 再加上呢 这个土司兵四千 以及原来啊 在这个龙陵 以及山木龙 这些关爱等处的 住房点里的兵 加到一起啊 大概是三万多人 那怎么个分兵三路呢 一路啊 由顽顶出径 向木帮前进 有这个八旗兵一千余人 陆营兵七千余名 有这个明瑞啊 亲自带领 领队大臣呢 还有这个扎拉丰哥 和博裕鲁斯 再加上啊 还有两位绿营的将官 一位呢 叫做国助 另外一个叫李全 还有一路啊 出铁壁关 走莽密 满兵呢 是有九百多人 绿骑兵七千余名 带兵的将领啊 是这个额尔景额 和这个提督谭武格 再加上一位绿营兵的总兵 叫做王绿亭 走这个扎房引南呢 由蒙古蒙古 和这个蒙密的中路军呢 互相生缘 那这路兵是谁带领啊 是观音宝 有这个八旗兵九百 绿营兵三千 带领绿营兵的是总兵长青 那不能出兵不顾家呀 留了一千贵州兵在普尔 然后在牧邦啊 又留下了四千兵助手 带队的将官呢 叫达青哥 是一名总兵 在我看来啊 这四千兵挺关键的 是这个前方部队的后援 以及接应 反过来说呢 又是这个云南首土部队的前哨 随着大军出征的 还有几位啊 咱们这部书里的老演员了 一位呢 就是那个立国战功的回民将军哈国青 还有呢 就是两个倒霉字 一个呀 叫杨重英 这杨重英呢 您听着耳熟吗 就是那个呀 已经被拿到北京问罪前任总督 杨应居的长子 他爸爸在云南当总督的时候 皇上心疼他爹 把他儿子派过去呢 在他身边啊 还有个照应 这一派呢 还就把两个儿子呀 都派过去了 这长子杨重英啊 给了一个监军的钱 在他父亲身边呀 算是这个机要秘书 这次子杨重谷啊 本来就是知府 乾隆把他派到杨重谷的身边呢 让他照顾老父亲 也没给什么钱 就是带着这个知府的无品顶带呀 在爸爸身边做了一名生活秘书 可是这爸爸一获罪呀 这俩儿子也受到了审查 一审哪 这杨重英 也就是这个大儿子呀 还算干净 就留在军权效力了 这乾隆皇帝呀 也是有意的 想让他挣点军功 多少的为这个家族啊 再抬抬气 可是这老二杨重谷啊 他经不住审查 这皇儿一调查呀 原来这杨重谷 在宝庆府做知府的时候啊 曾经在堂上 用刑过渡打死过人 这会儿皇儿就生他爸爸气呢 您想他能好的招吗 于是啊 这天子在盛怒之下 这量刑啊 也过重了 让他呀 给人家敌了命了 这爸爸兄弟 两位至亲至尽的亲人 一个呢 被皇儿赐死 另外一个呀 给人家敌命啊 被开刀问斩 可将而知啊 这会儿的杨重英 在军中啊 也是战战兢兢 如履薄冰啊 在这军前呢 还有一位戴罪立功的 谁啊 知府 陈元镇 现在这知府的职啊 已经被革了 也是在军中 戴罪办差 这人你也想不起来 是谁了吧 这就是跑到缅甸 给人家去 下习文的那位知府 这杨重剧啊 把他派到缅甸 让他跟缅王说 我们准备了 五十万大兵 三万门大炮 准备来打缅甸 这陈元镇呢 就是那位信使 除了这几位呀 也没有什么熟人了 整个云南前线的领导班子 被乾隆皇帝一通大换血 这能留下的 甭管是有功之臣啊 还是戴罪办差 那还都算得上 是这乾隆皇帝啊 信得过的 这九月二十四日啊 大军点炮出征 兵到木邦以后啊 这明锐将军改了主意 原来的三队出征啊 现在改为了两队 他把这观音宝的一队兵啊 就并到了自己的队伍当中 那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明锐 听说这缅军一方啊 早有埋伏 这清军一方 主帅是明锐 那缅甸是谁带兵出征 抵御清军呢 是这个缅甸王朝的大丞相 叫摩河西都 看来啊 在用兵方面 这缅甸人呢 也不是白给的 俨然嘛 这几年 这共往王朝净打仗了 不能说呀 这缅军没有作战经验 人家整整齐齐的 就在西渤江的江岸边上 扎下了十六座木栅连营 您往后文书听吧 这种木栅迎战呀 可能是这个清军在公勉战争当中 遇到的第二大敌人 还是那句话 我这人说书不怕接底 第一大敌人是什么呢 那当然就是瘧疾 就因为这明锐早早的就派出这个侦察兵 侦察出缅军的在前边有大规模的设防 所以呀 才由这个三路兵改为了两路 他的意思是说啊 原来北路兵 俄尔景俄呀 带兵攻打老关屯计划不变 从北路绕道和他会师阿瓦 也就是缅甸的首都 他把这观音宝的兵和自己的兵凑到一起 一共差不多有一万二千多人 他是想啊 直接迎着缅军的部防就要打过去 他是琢磨着呀 一路上踏着缅军的尸体就要打到阿瓦城 所以这明锐刚过了西伯江 就和缅甸人的军队交上活了 能看得出来呀 这缅甸人也是想在第一仗就打下自己的气势 这大元帅摩克西都啊 派出了三支骑兵 这三支骑兵啊 由三位将领带领 同样也是分左中右三路 向着清军就扑过来了 这回这缅兵啊 一改常态 是既没射服也没突袭 正面突击 这清军一看呢 缅甸骑兵攻上来了 这不由的呀 就觉得有点可笑 咱们要是丛林埋伏比谁的枪快呀 这清军可能还真不如缅军 不过要是比骑兵啊 这八旗的重甲骑兵 那是擅长吗 打吧 这明锐自然也是不想失掉这与缅军 开战以来的第一场仗 这绿阳骑兵啊 不用 八旗骑兵还得挑好的 一声号炮响 八旗重甲骑兵是碾压而上 咱们前文书讲了 这缅甸的骑兵啊 还别说跟这个八旗重甲骑兵对阵了 就是这个绿营骑兵啊 他们也打不过 只不过呢 这缅军呢 比起短处 既然这骑兵赢不了你啊 后来也没再用这个骑兵的战术 那这回呢 看着清军呢 已然打进家门口了 也想借这个第一战呢 造出点声势 给这个后方的缅军呢 打得气 所以说啊 这六百骑兵才冲锋陷阵 这缅甸的骑兵啊 通常啊 是两把短柄扁刀 或者是一长柄扁刀 这是近战武器 那远程攻击指什么呢 通常啊 都背着几只缩镖 这投掷武器 比起八旗军的硬弓了呀 可就差远了 投掷武器呢 通常就是二三十步 可是这弓箭呢 百步斩 换句话说呀 这群缅甸骑兵啊 还没靠上墙呢 就被这八旗兵放倒了 这一仗下来 没用费劲 这六百骑兵啊 就歼灭了五百都 缅甸这只骑兵 几乎是全军覆没 三位领队的将官呢 也被这八旗兵 都杀死在战场上 这还不算呢 还逮了这四个活口 经过这审讯 明锐才发现呢 还真别小看了这缅军 这缅军呢 就在前边江畔的山坡上 扎下了十六座联营 共分三组 每组联营前边啊 都有高高的木炸城寨 这木炸后边啊 都有高台 人站在上边防守啊 或是用枪打 或是用攻射 这缅甸还有一种守城武器啊 是一种堂子边的球 用这个树油啊 或者树漆 把它泡透了 你若是来攻城啊 他们就点着这种藤球往外扔 那这上边它有油啊 点着之后 只烙在这个清军身上啊 一葫芦就是一片火 这还不算完 这木炸前边还有壕沟 壕沟对外的一侧呀 往外齐岔子 八岔子 岔的全是枪 那位说是真枪吗 不是 东南半岛上啊 有的是竹子 手腕这么粗的竹竿呢 成捆的往上抬 抬上去之后 两边削上坡尖 一头扎在泥里啊 一头冲外 这就是保护债强的吉利木寨 明锐听完这群俘虏的招队啊 还是不放心 亲自跑到地势高的地方 去瞭望敌军 这一看不要紧呢 又让这位酒精沙场的明锐将军 是大吃一惊 他看见这个缅甸的 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 什么呀 相阵 他一看呢 这缅军呢 早就替他准备好了 就在寨子前边 秘密叉叉的 几百头战相 已经布置好了相阵 等着八旗兵呢 这每头大象的背上啊 都捆着一座木庵 木庵里边啊 有两名士兵 两名士兵 两杆火枪 一主一副 两名射手 通常就是 一个是射手 一个是装填手 这相脖子上啊 骑着一名士兵 这名士兵啊 是一名相奴 他的手持长矛 迎面凸上来的敌军 他要是长矛够得着啊 就手起毛络 这对方胸脯子上啊 就会戳了一个大窟窿 哎 即便不戳死啊 这大象的大鼻子 大尖牙和大脚步鸭子 可以就上来了 他不但负责这些呀 他还负责这大象走势方向 据说呀 这是他腿控制 踹这个大象的耳朵 具体是怎么操作呀 咱们就不知道了 在这个象庵的后边啊 还拴着一副软踢 软踢上面 还趴着一名相奴 这名相奴啊 手里头拿着木瓣的铁钩子 那这铁钩子是干嘛的呀 这铁钩子就像马兵一样 刺激大象猛烈的往前冲 这就是缅甸一方啊 大象兵的基本组合 您想啊 这几百头庞然巨物 在这阵前列队啊 那是何等之气势啊 不但如此 这两翼的寨门宽阔 明显是两条马道 也就是说呀 一旦正面进攻 清军队这个大象兵啊 和成寨发起的进攻 这马队呀 就会从两翼包抽 或者呢 直接从这个肋上助攻 要不就呀 就是断了你的后路 这明锐看完了前边这座城寨之后啊 就是倒吸了一口凉气 看样子呀 这仗他不好打 于是这明锐决定啊 今日暂停进攻 哎 这仗啊 明日再打 晚上啊 得部署部署 是如何进攻 精彩回幕就在明天 大将军明锐 左眼富商 带商指挥战斗 军中奇人 虎仪藤牌兵王连 只身杀入敌营 才要单人拔债